趕快來看到頭條焦點 就是受到西南風的影響 高雄凌晨開始下起暴雨 特別是大社累積的雨量最多 已經接近了150毫米了 在高雄的鳳山 男子人舞都超過了111的累積好雨的雨量 那麼各地也傳出淹水災情了 像是樹德科大的校門口 每逢暴雨避淹水 目前得知這個校門口 已經淹成了小河流了 而有騎士趕著上班 結果呢 她的機車變成水上摩托車 被迫在路中央無法通行 另外還有一名孕婦自行開車 就沒有想到遇到淹水 整個車輛都拋錨受困車內 消防人員幫助孕婦脫困 只見她捧著肚子小心翼翼 涉水走在路上 20號上午9點多 她一人開車行駛在義大醫院 往國道10號方向 當場受困 淹水露面 女騎是一個人孤零零 大雨中推機車涉水而過 因為燕朝舒克大 校門前又淹成小河流了 淹水至少20公分高 騎士上班被迫堵在路中 不敢過去是不是 對啊 她車子中會怎樣 也太誇張 鳳山區文華里也慘淹 汽車已經放慢速度 但依舊建起一個車身高的大水花 我們文華里有淹水的 里長出來循災情 語氣很厭世 鄰近的三明區陳青路 也淹很大 銀行的招牌 乍看好像浸在水裡 鏡頭往北移 男子區的軍校路 還有大赦翠平路 清晨也傳災情 水也都要淹進民宅裡了 牆頭甲尾也很慘 打開門外頭跟家裡水淹的一樣高 逢雨必淹 每次都只能躲在二樓等水退 高雄清晨暴雨雷聲大作 從午夜到上午9點為止 大赦雨量接近150毫米 鳳山男子跟人物也都超過111毫米 雨量驚人 麻煩的是氣象局預告 從週二到週五 因為典型梅雨滋流風重返台灣附近徘徊 會激發中小尺度對流系統 導致劇烈天氣跟大量降雨 南部特別是低洼地區 連幾天恐怕都得做好淹水的 清理準備 記者鄧銘高雄報導 好 至於台南有多慘 在我們畫面最旁邊 台南永康有一處巷弄 這住家外頭水淹50公分高 這一大早有家家戶戶忙到現在 到現在都還在掃水 另外屏東台一線 一大早同樣也是有積水的情形 尤其是今天還是要上班的 騎著摩托車硬闖 沒有想到 機車也是當場熄火 只能改用錢的 居民半夜被嚇醒 大雨狂炸台南永康 我家門前變成小河流 腳踏通通泡在水裡 再往深處走 水整個快淹到膝蓋了 三年前才淹過 這次又淹了 大水淹進住家將近50公分高 民眾用手比出位置 滿臉無奈 一早就起來掃水 但掃了三個小時 還是掃不完 而且不只這一家 阿伯整晚沒睡好 戶外堆了十幾個沙包 就算出動抽水機也沒用 因為雨勢太急 水已經整個淹進來 平東台線同樣大積水 其實經過路面 漸起層層水花 但上班沒背負啊 就算知道有積水 不管3C21先果再說 但阿伯就沒那麼幸運 一路騎到積水處 AUTOBITE突然熄火 只能用錢的 去年代好雨 十小時內台南南化 累積九十六毫米降雨量 左陣也有八十三毫米 屏東潮州降雨量一百五十八毫米 熔登全台第二名 南州也很多降下一百四十九毫米 隔離雨量晶圓一下就焰 六等積水完全退去 恐怕只能等雨 真的停了 以廖文章商通告馬家瑜 台南頻道報導 好 接下來往中部走 這對流雲系發展很旺盛 導致中部地區從今天的清晨開始 也是陸續降下大雨 我們要看到是台中的台灣大道 部分路段也是出現 這個積淹水的情形 車子通過通通都是 漸起陣陣的水花 那麼在南頭的竹山 因為地勢比較低洼 這馬路也變成了一個 小溪小河流了 水深一度還蓋過安全島 淹到小腿肚 根本是無法通行 那麼日月潭的九蛙蝶巷 目前已經有四隻半 好 是已經在這個進到水裡頭了 好 很明顯水位大幅回升 蓄水量來到了90.3% 大雨稀哩哗啦 南頭竹山 馬路邊小溪 高低落差處還出現小瀑布 路邊的低蛙處一片汪洋 停車棚被水包圍 車子的後輪浸在水裡 10點多的時候 10點多的時候 下很大 然後整個就淹到那個安全島 跟安全島一樣大了這樣子 加油站旁的柏佑路 水暫時退了 滿地的黃泥留在原地 趁著雨勢趨緩 民眾涉水而過疏通排水管 對流雲西發展旺盛 中部地區從清晨開始陸續降下大雨 台中市區台灣大道部分的路面出現積水 車子開過掀起陣陣水花 台中和平山區出現大塊落石 佔用車道 這波大雨水庫多有進障 中部地區以鯉魚潭 日月潭補水最多 日月潭指標性的九蛙碟像 已經有四隻半淹進水裡 蓄水量來到90.3% 水位大補體身 就中部綜合報導 好 繼續來關心是全台各地打疫苗之後 就有一些猝死個案頻傳 讓很多老人家 本來應該接到通知要打疫苗的 現在完全不敢出門 拒絕施打 而在高雄一大早下起好大雨 明顯也出現了環打潮 在高雄的展覽館 這大型的接種站 我們看到這畫面實在好空 一整個上午幾乎都沒人 而且這個接種站也是 小貓兩三隻而已 似乎工作人員 醫護人員 比該施打的長輩人數還要多 高雄展覽館這個大型接種站 上午來接種疫苗的長輩 小貓兩三隻 超大場地 接種區只有坐兩排 讓現場醫護人員 似乎比阿公阿嬤還要多 上午高雄下大雨 加上全台打疫苗後的 猝死個案頻傳 讓打疫苗的進度似乎倒退路 不是不想打啦 而且是在考慮啦 但是莫德納醫院比較大 聽說有莫德納 聽說有莫德納 上面是在看有沒有莫德納 對 高雄市衛生局統計 19號施打疫苗狀況 82歲以上長輩 應該接種人數8549人 但整天下來只打了3303人 接種率不到四成 而高雄市府敢進度 21號開打第三波 預計施打對象是78歲到86歲長輩 鼓勵老人家快來打疫苗 鳳山體育場接種站 施打人潮一度排很長 民眾冒雨來打疫苗 雖然很狼狽 但覺得早點排 早點打 早點更安心 運行說可以打第二劑這樣 當然也是會想啊 對啊 可是政府沒有開放啊 高雄環打潮升溫 加上莫德納疫苗底台 讓不少長輩想要再等等看 長輩對這批AZ疫苗信心扣分 因為誰都不想成為下一個 猝死個案 既然蔡宗馨黃世雲 SNG小組高雄報導 好 剛才看到新聞 很多人都說 聽說莫德納要來 好 莫德納要來了 的確它來了 我國自行採購的第三批41萬劑 預計間的下午3點50分 會抵達桃園機場 而美國送給台灣的250萬劑 也是預計下午的5點05分 會抵台 大量的疫苗的確是個即時雨 預計接種對象呢 可以向下延伸到第7類跟第8類 不過專家說 因為國內目前施打率沒有很高 所以想要解封 恐怕還得等上一段時間 莫德納疫苗接力來台 我國自行採購的第三批41萬劑 由華航CI5556負責載運 當地晚間6點從盧森堡起飛 中停杜拜 再飛台灣 下午3點50分 就能抵達桃園機場 好消息 不止於此 大批裝箱的莫德納疫苗 送上華航飛機 這就是美國贈送給台灣 總共250萬劑 美東時間19號早上 從田納西州曼菲斯市起飛 中途停洛杉磯 預定台灣時間下午5點05分 來到桃園機場 以食藥鼠目前檢驗流程 來看7到14天就能完成 封肩開始施打 跟目前我國手上主要的 AZ疫苗相比 莫德納是mRNA疫苗 保護力高達94% AZ則是70% 是腺病毒載體疫苗 百多萬劑的莫德納疫苗之後呢 我們現在的施打率 大概也是不到一成 所以要離解封 可能要兩成到三成的目標 似乎還有一段距離 大批疫苗宛如及時雨 施打對象 渴望向下延伸 預計第7類維持社會運作的對象 以及第8類65到74歲長者 都能接種 預計有326.8萬人受惠 但要分兩劑接種 恐怕還是得保留部分疫苗 算算臺灣獲得每日捐贈的疫苗 總共374萬劑 臺灣自行購買到手的 只有152.66萬劑 壓倒指揮中心佈局 臺灣儼然成為疫苗身手牌 想讓全民都能夠有保護力 指揮中心恐怕還得再加把勁 記者綜合報導